好那我们继续把3D解一解 他说的是一对夫妇没有血友病 大夫妻生色盲 那假设色盲 叫小A好了 血友病叫小B 那爸爸是小A患病 有一个小孩又色盲又血友病 所以这个儿子是小A又小B 爸爸是色盲 所以爸爸代表是小A 然后去大B 妈妈呢 一个X是大A大B 一个X是小A小B 这时候他说 这对夫妻再生一个 正常不患血友病 正常儿子不患血友病 跟色盲的几率为何 好重点来了 我把它子弹写出来 他子弹应该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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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XY 好全部写出来咯 妈妈给的X有一个大A大B 有一个是小A小B 然后爸爸的是小A 大B 然后大A大B 然后小A小B 好了 对不对 我把患病的框起来 比较好看到 这一个患病 而且它是两种病都犯 所以框起来 那这个呢 都没有 而这个呢 是A发病 对不对 但是他今天问的是 再生一个正常儿子的几率为何 后面这个不患 这可以都多的啦 再生一个正常儿子 这个是正常儿子啊 是不是四分之一 一二三四 四个中一个 所以答案是四分之一 对啊 正常儿子啊 符合条件 正男 对 那比小 那比小新的同学 正男 对 四分之一 所以答案是四分之一 对 如果这里改 以生一个儿子了 其正常儿子的几率 二分之一 因为那时候女儿就不用管 所以这边是又正常又儿子 两个条件都要符合 就是四分之一了 好 这是单选十三